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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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花姑娘 这奇书的确在你手里吗 刚才龙先生已听见了民女和鬼灭人的谈话 不敢相瞒皇上 奇书确实在我的手中 新书 那可是我们花家历代相传之物 朕想不到历代皇帝一直在找的奇书终于有了下落 那奇书的上半部应该在鬼灭人手里对不对 从各方面看来 鬼灭人确实和奇书有很大关系 那你们知道这鬼灭人的身份吗 小妹怀疑他是青城大侠杨天鹏 阵子登记以来一直有两个隐患 第一就是匈奴 第二就是奇书 如果奇书落在匈奴人的手里 那我大汗江山就危在旦夕了 龙先生所言甚是 在下跟师妹已经商量了 如果夺回奇书或是当众焚毁 或是陷于朝廷 不能让这本奇书再危害江湖了 那杨善和奇书有什么关系 杨善练的正是奇书中所记载的武功 那鬼灭人的武功更为高强 依在下看来 他们应是同路之人 那好 朕立刻下旨捉拿杨善 且慢 杨善的背后必然有主使之人 也许是鬼灭人 也许还有更高明的人物 拿下了杨善必然打草惊蛇 若是他们逼得投向了匈奴 那就更是后患无穷了 那依你之见呢 现在狐狸已露出了尾巴 他们很快就将原形毕露 上上之策是慢慢地引出幕后之人 然后再将他们一网打尽 皇兄 臣妹也这么认为 现在既然已经取到了奇书 我们再征伐匈奴的话 一定会更加稳操胜券 好 既然你们都这么说 朕就听你们的吧 郭姐 多回奇书还要靠你啊 多谢龙先生厚爱 在下一定尽力而为 只不过没有想到朕是一国之君 在你嘴里还是听不到你叫一声皇上 好 来吧 好 来吧 好 来吧 莫太亲平身 谢皇上 杨栅 昨晚你睡得好吗 臣急着想觐见陛下 所以昨天晚上未曾睡眠 有什么急事到时候来听听 会Yes respect 阵中出现了一班高手 好像是花如梦的同党 臣担心陛下了安危 所以特地前来禀报 难得你如此忠心护主 朕十分高兴 为了郭姐之事 令朕十分的心烦 朕昨晚想了一夜 决定要见他一面 杨善 臣在 让郭姐来见朕 怕不来便绑了他来 臣遵旨 朕的两位贤妹还在生朕的气呢 朕要去安慰安慰他们 你们先退下吧 谢皇上 皇兄 师妹 师兄 杨善打发走了吗 打发走了 官场上尔虞我诈 没想到江湖上更是如此 朕这几天学会了不少东西 是吗 皇妹 这些天你辛苦了 朕对不住你 皇兄干吗这么说呀 你本应该陪在郭姐身边共同御敌 但为了保护朕 你牺牲了自己的时间 皇妹 朕真的应该好好地谢谢你 皇兄你太客气了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皇兄的龙体安泰 还有讨伐匈奴的大业可以顺利推动 陈妹的一己之私算得了什么 皇兄你别忘了 陈妹可是奉了父王之命来到中原的 对呀 小姐姐你就不怕花如梦把郭姐给抢走了吗 人生很难得一知己 我和郭姐情投意合 所以不管这世间外事如何变化 不管她和花如梦之间发生过什么事情 我都不会后悔的 皇妹你放心吧 郭姐若是负了你 我这个皇兄第一个不会放我的 大哥 小玉 怎么找我有事 大哥请你相信我 杨珊肯定是受了坏人的蛊惑 他的本性还是善良的 求你再给他一次机会 我会劝他改过自新的 小玉 你告诉我这是真的吗 小玉 我真的搞不懂 你为什么会替杨珊 我 难道你不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吗 她可以欺负任何人 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就像你说的不可以放过她 皇上能放过她吗 这些死去的人能放过她吗 她 好了 以后不要再提这事了 郭大侠请留步 追魂刀客 有人想见你 什么人 当然是你最想见到的人 谁啊 跟我走就清楚了 好 老人家就在里面 郭大侠 大家都知道 帮我们带你 不成按照 老人家就不成功了 散布 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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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儿拜见师父 俗下参见主人 好 你做得不错 老夫重重有赏 你做得不错 郭爵 你看看我是谁 你落到老夫的手里 那将万劫难复啊 把他带走 走 走啊你 一遍 再��标 翻标 二趣 封愣 放手 将按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所以说杨大人 你是我皇帝多么多么的信任 我看未必 也许他们联合起来演戏 让你上大 既然他们对我不仁 那我就对他们不义 我最讨厌有人 在背后联合起来骗我 之所以告诉你 我们也是担心杨大人的安危啊 放心吧 我不会这么轻易地上当呢 他们之所以联合起来骗我 就是想让我找出幕后的指使人 好 杨大人 有你这么一句话 我们就放心了 但是你还是要小心为上 看来我们得提前行动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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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紧牢房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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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走 御方 今天秦国节你立了大功 你认为你还能够回去吗 画如梦非常狡猾 属下怕是回不去了 那好 你就留在这儿共谋大业吧 走 走 小玉 你怎么来了 杨善 不要再做坏事了 跟我走吧 我们离开这里走得远远的 跟你走走得远远的 为什么 为什么 皇上已经不再信任你了 你所做的一切 皇上都是一清二楚的 如果你还想要留在这里的话 连命都没有了 你知道吗 是吗 他们都已经商量好了 目前只是暂时不动 就是要你自我暴露 我告诉你 现在谁胜谁败 还都是个未知数呢 杨善 其实我 你到底想说什么 小玉 你怎么了 杨善 我求求你 拂手认罪吧 皇上是人后之君 只要你供出幕后主使之人 我想他会饶你一命的 你别说了 我不想伤害你 你走吧 我不想再伤害你 以后 你也不要再来烦我了 杨善武 小玉 其实你应该相信我的 你应该相信我会成功的 就算是我不得已欺骗那些人 伤害那些人 可是小玉 我最被也伤害的人就是你呀 你知道 我心里多希望你能够跟我站在一起 能够跟我同进同退 同成同败吗 杨善 我要怎么跟你说你才能明白呢 你那么拥有一 Zuschب 柯柯 我说吧 你在去大戌 是不是 嗯 此人确实有一些可疑之处 照此说来 过世兄现在有危险了 是啊 我也觉得不对劲 所以才赶紧过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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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最危险的反而是皇帝 要秘密行动千万不可以打草惊蛇 否则会满盘结书的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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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定会有妥善的安排 两位姑娘请多保重 在下告辞了 父亲 善儿 你怎么约我在这见面 发生什么事了吗 你知道吗 你师父已经生擒了郭姐 生擒了郭姐 那这是真的吗 为父亲眼所见 那就太好了 郭姐被亲化如梦 独目难知 那样我们就赢定了 善儿 你错了 是你师父赢定了 而非你我父子啊 父亲 此话怎讲 善儿 想当年我与你师父相商 共谋大事 我们彼此间不分你我 坦诚相见 所以他才会收你为徒 教授你七书中的上等武学 可是近年来为父发现他变了 他变得狂傲自大 唯我独尊 这样的人难成大事 其实将来侥幸取得了天下 他也必会独享江山 你我父子绝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我父子绝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父亲 你说得很有道理 善儿也有同感 他自以为结识了庞大的实力 岂料为父我也不是吃素的 王公大臣各入诸侯 我父子绝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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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